这种营收调整期 前两天已经先跌的 我相信会有很高的概率 明天很多股票会开始办法 新的主流呢 我相信有机会的比如说 欢迎来到股市达人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坚持直选金品股 并且是最能掌握股市金品股的 郑瑞宗分析师老师好 Amy好 大家好 今天台股大盘最低在 23,071点 最高目前是来到了 23,329点 那么个股的表现 就如同郑老师说的 BBU已经退烧了 那么之后台股的新主流在哪呢 锁定好今天的节目了 开始前先把郑瑞宗老师 免费官方LINE赶紧加起来 因为可以带你掌握好 现在最新的股市概况 随时你可以跟上这个投资节奏 郑老师官方LINE也会不定时发放福利哦 郑老师唯一的官方LINE也就只有这一个 别无分号 诈骗太多了 投资人你千万不要上当 现在你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在你的LINEID帮我打上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或者是收听飞碟电台 每天下午四点半到五点的财经关键晚报 节目后的专线电话可以直接打进来 会有专人来协助你 好接下来要怎么聪明布局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大人正位总老师 那么台股只有Amy出国的时候比较厉害 真的 我是不是要该再飞一下 一回来 这个就又不涨 怎么这样呢 因为上礼拜就是最多涨了 一千三百点 一千三百点 然后之后这三四天 你看就几乎都是很盘 都横盘 然后很多股调就开始做这个回档的修正 是 那行情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粘着 非常的焦着 那我想两个因素就是说 一来先涨一千三嘛 是 在太短的时间涨得太快 所以后面那个后座力就来了 所以进入到一个短期的一个修正 然后昨天跟今天就陆续也在公布营收嘛 因为礼拜过了一个周末 礼拜一礼拜二 九号十号到今天公布完毕 是 所以很多的股票的股价 就在针对营收速师做调整 但你们看到就是 哇有一些营收表现很不错啊 那股价也大跌 对 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前面已经先涨过了 就反映在前面营收出来 利多租进股价拉回 然后有一些是营收可能不如预期的 那股价当然就一下就打下去了 是 那当然也有那种就是股价先跌的 就营收不好 股价反而涨停板了 比如说昨天六四五一的讯行 他就是这样子 就营收摔退反而大涨了 大家预期后面会好 对 所以其实 我认为这两天的一个震荡 一来就是说 针对上礼拜的一个大涨 做一些回档修正 第二就是说针对营收 在做陆续的反应跟调整 是 那大概应该到今年就差不多了 那所以我们就用这张西线来看 就是说 我整理了一些重点 比如说第一个 BBU的部分 大概是11月份贯穿到 10月份全市场最强主流 那11月份因为就是美国的新总统 就选出来了嘛 那台股没有受惠 反倒连叠了三个礼拜 但在那三个礼拜中 唯一只有一组逆势大涨超过一倍的 就是BBU 但其实 当初11月份的时候 我就透过朋友去问那些 AI伺服器的组装大厂 我问他说 那GV200要出货了 真的有搭配BBU要出吗 那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啊 或许未来GV300会不会 在设计图中变成一个标准配备 不知道 但现阶段GV200其实 没有所谓的标配是说 今天 以前的H100 H200的伺服器 他就是用气冷就够了 但GV200他就要用到水冷 所以所有GV200的一个制服器都用水冷 这个叫做标准配备 这叫标配 不用水冷就没办法出货 但并没有说一定搭配什么BBU的备材电 并没有或许有些客户他可以自己为了他这个怕停电的风险 他可以自己配备 但是真的没有别人不要配 但其实股市就这样子吧 当有题材 有人愿意吵股价就标嘛 所以这波什么4931的新胜利 哇这个股价都是一倍啊 是 从35块涨到76块嘛 6558新能高 这个也是一倍啊 从21块涨到49块 都不止一倍啊 对 3323的加百欲 从24块涨到47块 全部都是一倍 对 那真的比较基本面 像321的这个顺达 这里超过一倍啊 从106涨到240 6781 对这个AES 从不到500涨到1095 挡挡超过一倍 对 那一来也涨多了 嗯 二来其实牛吹久了 那个牛皮总是会破的 是 真的有机会 其实就是顺达跟AES 嗯 那真的 有机会成为标准的 供应链的 大概就比如说 光宝科跟台达电这种公司 问题是光宝科台达电 营收规模那么大 你说BBU他们真的有出 其实在营收的比例 可能就是各位数值的帕数而已 嗯 像这个是广宝科 是 所以呢 你看这一波其实真的会有的台达电 股价收费BBU的题材其实都并不多啊 嗯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BBU的部分 其实他已经炒完了 是 所以一些比较小型的 其实根本不会有订单的机会的 涨了一倍上去 你要很小心 他会被打回原型 打回老家去啊 嗯 从哪边上来就从 就丢回到哪边去 是 但是他开始 但是他开始往回跌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坏事 嗯 因为我相信本土资金 在外资陆续放假的过程 他还是会找一个新的标的 新的族群 嗯 再 再炒一波新的题材 所以呢 这个资金会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然后营收公布到今天 我相信对 针对营收的调整 也会在大概就今天 明天大概就会告一个段落了 嗯 所以发现说 最近好像营收好的也下来 营收烂的也下去 那 这种营收调整期 到今天公布完毕之后 可能maybe明天早上 这个反映一下 前两天已经先跌的 我 我相信会有 很高的概率 大概率 嗯 明天很多股票会开始办谈 是 所以这个 比较辛苦的这两天 应该已经差不多就过去 嗯 然后呢 新的出口 新的主流呢 我相信有机会的 比如说光通讯 当然今天都拉回了 嗯 AI机壳机柜 今天这个 虽然拉回 但是相对强 是 ASIC的部分 这个跌很久了 这个也有机会 机器人部分呢 是后面有 元月份有西夜市消费展 然后台积电的部分 这边都有机会做个结吧 好 然后呢 其中光通讯 因为受惠就是AI的需求嘛 对 那AI资料中心就 你总不能AI的这个 处理器 GPU的部分 它运算速度越来越快 嗯 传到外面传输的速度呢 很慢 就资讯塞车 所以呢 所有的 呃 光通讯的部分 所有的元件 主动元件 备用元件 全部都要跟着升级 交换器都要跟着升级 所以这一块 光通讯的需求 是真的很强 是 然后大陆呢 跟美国呢 美国会针对大陆这一块 光通讯跟 矽光值的发展 同样 做出 限制 简单讲 就是说 又要限制它的发展 所以订单也会转出来 那 这个 去中化的过程 台湾的厂商又是一个受惠 那未来 矽光值的新趋势 也会带来一个新的需求 这个在光通讯的部分 我相信还是会是 有机会是主流 是 然后AI机可机会 因为收惠GV200 逐渐放量等等 我会提到蛮多公司的 好 那11月你说表现真的是不错 嗯 那机器人部分是 元月份会有CES的消费展 而且呢 根据我的可靠的消息 那个穿皮衣的男人 在元月初 应该会来台湾 哇 就是在CES展之前 他会先来台湾 是 因为就是 就 台湾很多公司要喂牙 嗯 据说就是要来吃喂牙 所以就是 哇 很有台湾人的风格啊 是 对啊 台湾的小孩嘛 所以会来台湾的厂商 合作厂商 合作火光要吃喂牙 是 所以那时候可能又会激起一个 就说 黄仑星的旋风又要再来了 对 那那个时候呢 我相信就说 他会谈论的还是在于 这个机器人的部分 所以到时候也会有机会 好 那这个部分以后 我们再慢慢带一些 这个 标的出来给大家 好 那另外台积电的部分呢 就台积电的供应链 那 我相信 等等也会提到很多公司营收 都是成长 是 而且股价都整一个多月 甚至有的两个月了 蝶舞可蝶 营收表现又相当的不错 对 然后台积电 元月份的法说 一定会 调高明年的资本支出 所以也会带来一个 法说的行情 包含台积电跟供应链 我认为股价都有机会 是 所以BBU 退烧 开始寻找新主流 好 明年营收公布完毕之后 我相信很多股价就会开始上去 是 那么以AI伺服器来说的话 你看广达 10月营收是增加了4% 对 其实不错 但是我有提到 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大型的旧的AI股 随着营收成长 或许股价会涨 但是我认为空间不大 是 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好 所以本益比其实本来就不低了 那今天 营收好股价也是不涨反跌 我相信明天应该就有机会上去了 是 然后围影的部分 11月营收也是成长了5.9% 6669的围影 这个围影营收真的是很厉害 对 这个之前的营收 只有大概有200多亿 现在已经来到374亿了 已经连续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七个月 连续七个月的一个成长 是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接近快要一倍 哇 所以这个业绩超好 业绩实在是太好了 是 那这一波是股价非常的强势 但是今天营收公布之后 股价也是稍微做拉回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前面涨多的营收很漂亮 反而就拉回 有点就短线利多出新的一个味道 但是业绩真的很好 是 那神达部分呢 公布11月份营收也大增的10% 3706的神达 那今天股价也是拉回 其实早上一度开高 但是呢 盘是不好 也跟着又回荡 嗯 那他的营收呢 也是一样 已经连续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的一个成长 对 好 那营收从44亿跳到48 五十一五十二亿 那今天这个十月份是七十一亿 那这个十一月份空电量还没出来嘛 是 他的营收又成长了10% 嗯 快接近八十亿 哇 所以已经连续有一二三四五 股价上十一月份就连续六个月的成长 嗯 但是今天股价也是拉回 是 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因为短线营收而出现了股价调整 是 我想到这两天应该差不多 嗯 那营收真的好的但股价却拉回的 是 后面终究还是要上去的 嗯 这个是一个不变的道理 因为股价最后最终还是要反映业绩数字嘛 了解 然后伪训的部分呢 他公布十一月份营收是成长了24% 是 3032的伪训 那很厉害哦 这个营收也是 这个 呃 后面的这边还没出来啦 是 那这个营收成长24%就也是跳到大概六 七亿多嘛 七亿多 也创了大概今年四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了 嗯 那以这个数字表现 其实今天股价你看 早盘开小高 现在在品牌做一个横盘的整理 对 那因为主要是今天盘势也是跌了180点嘛 嗯 所以反而很多营收利多的股票 他没有真实的反映在股价之上 是 可能受制盘势的影响啊 很多股票都在拉回嘛 嗯 但是呢 这种就是后面一定会还给他公道的 是 因为这个部分 包含AI的机会的部分法说就说 人家已经真的开始在出货IMG了嘛 嗯 那明年这一块会有一个很大的成长 是 然后辉达的RTX50系列 5060708090的新的显卡 嗯 有一份就要发表 嗯 那5090的部分呢 他那个功耗的部分呢 比4090要多150瓦 嗯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上原本是插4090 你看到新的显卡出来 人家换5090 你没办法拔起来直接插新卡 嗯 因为功耗不一样 是 你电源也要换 嗯 所以他有会带动一个电源供应器的升级 那这部分伪讯的业绩说 啊电脑已经接到明年三四月份了 所以他的双动能啊 明年真的会非常好 嗯 然后呢 富华部分 其实月营收也成长了20% 是 这个是我们说的 这个他的AI机壳的部分也已经开始出货 嗯 可惜今天也是一样跟着市场说拉回吧 营收成长 哎 股价反而拉回三四% 是 那我认为这个也是因为短线前面有先反映了一段啊 所以反而营收一公布 哎 股价拉回到月线这一边 嗯 那我想在这一边其实又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嗯 因为今天拉回可能明天搞不好就反弹了 是 业绩真的就是好啊 嗯 然后情城部分 十月营收成长15% 这昨天我们就提到了 那其实十月营收还不如预期 嗯 因为呢 它有一些订单会延时到12月 是 那目前公司跟这个银帮一样 公司都说产能都是完全满载 嗯 所以呢 明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扩产计划 情城扩产要10到15亿的资本支出 嗯 银帮扩产大概规模会达到200% 是 所以这样 这两家公司 我相信这个拉回的过程哦 嗯 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买点 情城今天维持一个小小涨 是 银帮维持一个小小跌 嗯 那昨天其实都已经先跌过了 我想这个再跌有限 那情城营收反而成长15%还跌 嗯 那303成名店呢 营收也是跌增了9.1%表现都相当不错 但是这个 因为今年真的有涨比较多啦 嗯 股价从40涨到176 是 已经反应的差不多了 嗯 所以这个营收成长这个股价反而我认为空间并不大 后面 我相信这个富华跟伟训 嗯 它比较像是半年前九个月前的前程 哦 那边有成名店 是 它比较有机会 啊 有一个p-rerating的一个本益比的重新调大行情 嗯 嗯 没有我反倒认为空间就不大 是 但不可否认就说 当你看到就AI伺服器的大厂 营收都跳上来 嗯 就GP200出货那是真的 而且现在只是刚出货 嗯 后面会越来越放大量 嗯 大概农年过后那个量会整个暴增上去 是 所以零主舰 现在生意一定一起跟着好 所以这股价一定会有机会 一定有机会 好 然后光动训练部分呢 呃 其实昨天呃 比如说六四四二的呃光盛 是 昨天也大涨 对 然后六四五一的训新 昨天也大涨 涨清半嘛 那今天股价都稍微说拉回 对 其实很很正常 现在强势股常常 前一天大涨 隔天就大跌的常常有啦 嗯 但这些股票其实都有业绩题材嘛 光盛啊 华星光啊 联军啊 联军今天股价表现还蛮逆势的 嗯 然后4977的重达 这个今天股价也都是逆势表现 对也不错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呃 以光东训的这一组的话 他的股性最有机会取代BBU成为一个主流 因为其实在没有BBU之前 光东训这一组一直都是最强的 是 那他们业绩表现其实真的都不错 嗯 那这一次我们是回头买进这个年初 我们大赚一波超过五成的 4908的老朋友 前顶 嗯 因为虽然说今年业绩都不好 但是这个明年已经拿到美系 应该就是META 是 资料中心的新的大单 嗯 有机会带动明年的营收成长一倍 是 所以股价整理9个月 在一个相对右下角 今年都没有涨到的位置 嗯 涨幅相对落后 明年有一个成长一倍的大转机 嗯 那股价当然就会超强 所以连涨4天上来之后 高档稍微做一个回档的一个整理哦 是 我相信再来股价转强上去速度 应该就会很快 好 然后另外设备股的部分 比如说大量十月营收 只有小小跌0.85% 嗯 这个也是做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营收的 一个出货的一个状况哦 是 其实第四季业绩真的非常好 所以今天股价反弹大概有4%左右 对 然后川宝十月营收成长15% 今天股价 哎 你看 股价很逆势哦 嗯 然后呢 18 十月营收成长46% 对 这个大成长 嗯 那今天是股价稍微跌 对 但是跌都跌不多啦 因为业绩真的都不错 是 迅德呢 营收成长6.1% 嗯 那今天的股价也是一个逆势小涨 对 然后呢 科教部分营收大增了 这个85%成长更多 对 今天股价很逆势涨 是 然后进轮部分营收小增 这个2.3% 对 今天股价小小跌 是 所以相关关于这些设备股 其实 就业绩数字看得到 嗯 真的都非常 营收都不错 一线的营收还好 因为都蛮载的 是 增加不多 减少也不多 嗯 那原月份台电要法说 我相信这些股票都有机会再度打涨 太好了 对 所以我想就是说营收公布完很多股票就开始反弹 好 大家再忍耐一下下就好了 大家忍耐一下 我相信明后天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出现 对 所以现在就要跟上来咯 那也再强调一次 168年度的会员 近期随时接案 倒数计时了 你错过就要等明年的此时此刻 再等365天 再等到那种一年期的会期 对 所以错过就很可惜 所以这个一年的费用只要6开头 每天就是一杯饮料的费用 是 相当相当划算 超划算 现在加入我 但你一路操作到明年 你不用担心这个礼拜没有行情 对 52周 我们还有51周的会期 是 赶快把握机会吧 好 谢谢老师 投资人赶快把握好机会 先打电话进来咨询再说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烦感谢股市答案周瑞宗老师 先给大家拜拜